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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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我是Michael 有一家專門賣雲南菜的餐廳 是我從小吃到大了 最近回去吃呢 它有一道燜牛肉 味道蠻特別的 於是我跟大廚學了這道菜 今天要用比較家常的手法 來呈現這道 雲南清燉牛麵 我們先來 簡單看一下 大廚怎麼做這道菜 哼 和風中國菜在2019年 有獲得米其林餐盤推薦 我個人喜歡吃他們家的甜點 雲南破酥包 這道雲南燜牛肉呢 它的牛肋條已經先跟 中藥和洋蔥燉了兩個小時 出餐的時候只是稍微加熱 和調味 首先先爆香一點蒜碎 下燉好的牛肉 放入麻竹筍絲 放入麻竹筍絲 放一點醬油膏 這樣就可以上菜囉 這道菜的亮點 就是有放一點炒果 給予這道菜獨特的雲南風味 給予這道菜獨特的雲南風味 好啦 接下來我們來做這個菜的家常版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準備好市多的 美國牛肋條 我們準備一公斤的牛肋條 這個牛肋條 這個牛腥味比較重 所以等一下要用這個蔥薑水呢 給它飛水 汆燙一下 把這個血水呢 雜質把它飛出來 剛好家裡冰箱有多一個 好市多的牛小排 好這個prime的牛小排呢 我就拿兩塊比較小的 我們來一起來做這個牛肉湯 這個牛小排沒有牛腥味 所以我這邊就不會去汆燙了 接下來我會快速的抓一些鹽巴 在這個牛肉裡面 我們抓2%的鹽 至於這邊是1236克 2%大概是24克的鹽巴 下24克的鹽巴 那我們用鹽巴幫這個牛肉按摩一下 這樣子做呢 可以讓我們的牛肉軟化 鹽巴會去改善它的蛋白質結構 可以讓它煮出來更軟更入味 好了這個牛肉已經均勻裹上鹽巴 那我們來浸這個30分鐘吧 這個牛肉啊我不會先去切它 因為我要這個肉汁呢 更好的鎖在這個肉裡 我們準備一點蔥薑 老薑拍一下 蔥去頭 拍一下 打個結 等一下比較好取出 接下來一半的薑放進來 蔥進來 下一點料理米酒 這個有腥味的肉啊 再經過這個蔥薑米酒水的汆燙過 肉就會變香 我們蓋上蓋子 讓它快點滾起來 除了絞肉 視線醃鹽巴會變硬 其他這個雞肉牛肉豬肉啊 我們鹽巴都是醃在前面 而不是後下 這樣子這個肉啊 燉出來 它才有靈魂 它的肉 才會嫩 才會好吃 好接下來我們來汆燙一下 這個汆燙的時間啊 也不要燙太久 不然這個肉的鮮甜喔 會跑到這鍋水裡面 而不是倒了 湯裡面 那就非常可惜了 好這個滾了齁 可以看到米哈這個 血水啊 雜質啊 都會飛到這個表面上來了 那這一鍋聞起來啊 因為有蔥薑酒 所以它也是很香的 好我們這個滾了以後 大概兩分鐘就可以囉 這樣把肉拿起來 好我們稍微這樣沖洗一下 把表面的這個雜質啊 把它洗掉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燉出來 牛肉湯呢它才會清 這個血水啊 也會持續把它洗掉 我們的牛肉條洗好了 這道菜 基本上 就已經快完成囉 它雲南餐這個特別的味道 就是炒果來的 這個炒果啊 我們要拍一下 因為它的香味啊 都在這個裡面這個紙 出現裂口就可以了 那中油切記啊 不要放多 因為這個湯會苦 然後那個味道太重 一般人是沒辦法接受 一克的八甲 一個中藥行 或是一般超市的萬用乳包 這個是餐廳的配方啦 如果大家在家裡做呢 不喜歡這種中藥味道呢 就全部不要放就好 我們這個中藥 稍微泡一下水 把這個表面的灰塵 稍微洗掉一下 接下來準備一顆黃洋蔥 去頭去尾 對半 這羊肉很大齁 我用半顆就可以了 那重點是我要這個洋蔥的皮 因為這是洋蔥的精華所在 會讓你的湯變成金黃色 而且風味十足 非常的香 我們把它再對半 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鍋 我們來吃我們的牛肉湯 蔥薑進來 牛肋條進來 牛肋條進來 牛小排進來 洋蔥 洋蔥皮 倒水 稍微醃過這個肉就可以了 我們這邊下了一千五百克的水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一趴的鹽巴進來 大概十五克 這邊要是海鹽比較不鹹 接下來我們來蒸這一鍋湯 你可以準備一個大炒鍋 然後把這一鍋湯放進來 蓋上蓋子來蒸 也可以放大銅電鍋來蒸 更簡單 我們先下外鍋四杯水 先蒸個一小時多一點 這個清燉牛肉湯 如果用鍋子來煮 牛肉會不夠香 保留牛肉香甜最好的做法 就是用蒸的 放入中藥 剛剛汆燙是用料理米酒 這邊湯我會用純米酒 電鍋按下去 就不要理他了 等在牛肉的時間 我們來學一點簡單的英文吧 What's up guys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三個會讓英文寫作變專業的方法 不管是在寫高中學者 論說文 脫步寫作 政治書信都可以用 第一個是 不要用 我認為 I think I feel I believe 寫作出現 I think 就沒有說服力 比如說 我認為林肯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 我覺得Michael的料理影片很好看 這樣子寫就變成是個人的小小意見 我認為 我相信 我覺得 除非你是美國總統 不然你的意見完全不會有人去care 也不會有加分 所以先你表達文這樣之後 不要出現這三個字 直接講重點 要說 林肯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 Michael的影片很難看 這樣就像是寫一個事實 一個真理 才有力道 第二個 英文作文中千萬不要出現 You 你 台灣學生在寫作時呢 很喜歡說 You 這其實是中文式英文 因為我們被長輩唸習慣了 你應該怎樣怎樣啊 你應該怎樣怎樣啊 導致我們在寫作講道理的時候 我們也習慣寫 你 比如說 你需要出門交朋友 建立人脈 你需要早更早體 身體健康 不好意思喔 寫作時如果寫你啊 等於在攻擊你的讀者 改作文時啊 考官看到你寫 你你你你你你 他想說 你是個乳錯胃肝的學生 在你什麼你 教我怎麼做事嗎 直接給你扣分 出現You在文章中 是一個很不尊重人的行為 所以我們寫作時呢 請用第三人稱 people a person he or she 比如說 人們應該出門交朋友 建立人脈 學生需要早睡早起 才會身體健康 這樣寫才有說服力 所以以上第一人稱的i 第二人稱的you 在作文中通通不要出現 最後一個 不要用good這個字 good就是好 在作文裡是三歲小孩才會用的 英文單字 文中啊 老師出現說什麼 我的老師很good 我的心情很good 這是在跟讀者說 我的英文單字量 這是爆爛 我沒有別的字可以去換good good 這是口說老單詞才會出現的字 比如說打招呼關心朋友 you guys good good alright keep it up 我先回家休息了 Jonathan you good good that's my boy 寫作詞啊 如果要寫好good的話 請你改寫成sound 會比較好 以上就是三個 讓寫作變得客觀有說服力的做法 大家如果家裡有小朋友要考高中選冊 或是準備托福出過考試的 也麻煩讓他知道一下 ok 牛肉煎好了 我們去看一下吧 大概一小時二十分鐘了 我們來看一下 欸 膠質軟了 一搓就進去了 但是形狀還是非常的漂亮 沒有散開 牛肉的鮮美香氣呢 都保留在肉裡面 我們來看看牛小排 欸 小塊的牛小排 剛好一口 大的牛小排 兩口 牛小排帶精 不建議吃三分六分或九分手 全瘦無故 牛小排 這才是他最好的狀態 然後這個湯啊 非常的輕啊 淡淡的金黃色 就是那個洋蔥皮啊 接下來把這個洋蔥皮啊 還有這個蔥醬 這樣佐料拿起來 這樣湯 放涼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變質 A few moments later 這個冷藏一個晚上 我們把這個 多餘的牛油呢 把它拿起來 好清甜喔 這個牛肉的量比較多 可以分裝放入冷凍保存 我現在要調一個厲害的沾醬 來搭配我們的牛肉 這是高潤傳授 我在改成自己喜歡的口味 首先下香菇素蠔油100克 龜甲萬彩魚和鹿50克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公鹽霧醋60克 公鹽糯米醋40克 白芝麻油或香油15克 白糖5克 白胡椒粉少許 我大概放了1克半的量 裝在這樣的洗髮精罐子裡面 把它搖一搖 這個醬汁吃起來像很鮮的濃縮酸辣湯 不管是拿來涼拌菜或是沾肉 都非常的搭 大家有空在家也可以試試看 接下來我們準備兩鍋牛肉湯 一鍋的牛肉有用鹽巴 醃30分鐘 另外一鍋是完全沒有醃 只有湯裡加鹽的傳統做法 我們來比較一下 準備自己喜歡的麵 一點青菜 牛肉的沾醬 我們來上菜吧 先試試吧 先試這個沒有醃鹽巴的牛肉 这个牛肋条瘦肉的部分比较干彩一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接下来是这个有腌盐巴的牛肋条 非常嫩 非常多汁 就是牛肋的味道 比如锁在你的面 这个牛肋条明显比较好吃 那试一下我们的牛小排 哇 这作品啊 真的棒牛小排 牛小排一定比较好吃 有腌肋点巴 真的不一样 人间美味 这个云南清炖牛肋面 在蒸的时候 只要见过于是有水的状态 它基本上它的锅内呢 是不会沸腾闻起来的 所以这个牛肉呢 比较不会煮烂掉 因为一旦煮烂掉 它的牛肉它的胶质 它的美味就会流到汤里面去 肉就不香不好吃 而且吃起来烂烂的没有口感 那我们牛肉这样子做出来 它是很有口感的 但是它已经软烂 你看它其实名胶都已经融化 而美味都锁在里面 这个牛肉面呢 不放万用乳包 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好 台湾在家里有共可以试试看 喜欢Michael影片同学 记得帮我的YouTube Ig 脸书 按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问题呢 请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MING PAO TORONTO